欢迎来到财卖娱乐曾和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 来自新疆的流量小花 90后最红获的女艺人 关于迪丽热巴这四个字没有人会感到陌生 这位新生代的流量小生 通过自己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前进为自己获得了应有的关注 无论是在古装剧或者是在现代偶像剧当中 她都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在加航近些年培养出的艺人当中 迪丽热巴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女艺人的代表 如今已经29岁的迪丽热巴正在将自己的影响力 渗透到社会上的各个品牌当中 她的成功就是属于典型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 01 时间拨回1992年的一个夏天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户人家传来一位女孩子的哭闹声 这个女孩就是如今的迪丽热巴 父母对于这个女孩格外宠爱 小小年纪的迪丽热巴就是家里的公主与掌上明珠 值得一提的是 迪丽热巴的父亲是当地出名的歌唱家 为了使得自己的文艺细胞可以继续向下延伸 迪丽热巴从小就被父亲安排得明明白白 各种文艺兴趣般被塞进了迪丽热巴的整个童年 虽说如此迪丽热巴也没有对父亲进行抱怨 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或许是由于遗传基因的优势 唱歌跳舞很快被迪丽热巴学习吸收 慢慢的老师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向下纵深的前置 父亲也在与老师的沟通下决定让他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 迪丽热巴的名字翻译成为吴尔族语言 就是心爱的美人 从小他就已经展现出了自己日后将会是大美女的前置 再加上父亲对他的文艺培养 这也就使得迪丽热巴从小到大几乎没有断过追求者 毕竟长得好看的人无论哪个人生阶段都会受人喜欢 更何况还有才艺这样的加分项 为了使得女儿能够在文艺方面不断精进 家人将迪丽热巴送去了新疆舞蹈学院专业学习舞蹈 然而在这个过程里他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每天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舞蹈训练 使得迪丽热巴感到了枯燥与无聊 对于舞蹈的热情也随着时间的进程在一天天向下退去 他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就此定性 他也不想一辈子都在新疆这片土地 于是在与佳人和老师沟通过后 他决定出去看看 如果自己能够拿到中戏和上戏的录取通知书 就外出学习 如果失败就专心回来跳舞 幸运的是迪丽热巴的选择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他本身不错的外形条件再加上常年舞蹈功底的积累 他在考试当中都拿到了不错的分数 最终被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成功录取 看着拿着录取通知书严厉放光的女儿 父亲那颗执拗的内心才终于选择了妥协 在与迪丽热巴认真的促悉长谈过后 父亲才放手让迪丽热巴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 02 进入到上戏的迪丽热巴 没敢放慢自身的脚步 这座国内知名高等学府 每年都会向业界输送前例新人 要想在上戏出人头地 你需要拿出比别人更多的狠劲儿去学习补充 更何况是像迪丽热巴这样之前 没有过表演经历的新兵蛋子 在迪丽热巴不断补充自己的过程里 他个人也拿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荧幕作品《阿纳尔罕》 第一次的表演机会让迪丽热巴格外珍惜 他一边在剧组向前被请教 一边会独自一人反复研究角色特点 虽然在拍戏的过程里 因为没有表演经历的缘故 使得他在一些情绪处理上有些磕磕绊绊 然而不服输的他用一个个细节上的处理 最终交出了完美的演技 这部剧的播出使得迪丽热巴 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这个90后的新疆妹子 用自己的演技收获了大众的肯定 她也在观众的肯定当中 真正的感受到了身为演员的乐趣 随着这部剧的播出 人们对于新疆的地狱风情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迪丽热巴也通过自己的演技得到了无数圈内人士的肯定 在当年的新人颁奖典礼上 她个人也收获了多项提名 正所谓一个人的成功除去个人的努力 你还需要贵人的指点 你才有可能飞上之头成为他人崇拜的凤凰 当其他艺人都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伯乐时 迪丽热巴遇到了属于自己的贵人 这个人就是业界大咖杨幂 03 在看完阿纳尔罕的表现后 杨幂对这位90后女演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她身上看到了新生代演员不具备的优秀前置 为了不给同行机会 加行率先向迪丽热巴伸出了橄榄枝 迪丽热巴在经过考虑以后 最终选择与加行签约 事实证明 这是她做的正确的决定 加行借用自身的商业资源与影响力 开始挖掘迪丽热巴身上更多的能量 迪丽热巴也用自身的表现回应同伴的支持 她在《古剑奇谈》与《克拉恋人》当中的演技 为自己狠狠地收割了一波流量 再加上本身不错的外形条件 迪丽热巴成为了新生代的90后流量小花 真正让迪丽热巴掀起属于自己热度的电视剧是 《你的我的荣耀》 剧中的迪丽热巴和杨阳一起扮演荧幕情侣 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王者 荣耀的游戏却给大众撒了一波满满的狗粮 杨阳帅气的脸庞与迪丽热巴甜美的笑容 将偶像剧具备的糖分勾兑到最甜 除去影视剧以外 在一些当红综艺当中 迪丽热巴也不断地通过节目保持着属于自身的热度 近些年来 她个人所接到的商业代言合同已经属于业界顶流 在外界严厉 迪丽热巴就是这些年来迪丽热巴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女艺人 没有之一 这位有着漂亮的皮囊 精致的演技愿意吃苦的女艺人 在她个人成名的背后是常人看不到的辛酸过往 虽然迪丽热巴给到了她高质量的平台 但是如果没有迪丽热巴的自我争取 那么属于她的成功也终将会被她人稀释 如果没有小时候对于文艺的热爱 或许我们今天也不会见到迪丽热巴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 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并贡献想法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的下一个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祝您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感谢您观看视频 感谢您观看